靈活小白定 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計 軟骨素膠原定 邀您共賞全民新攻略 各位 來了 第一話 請看 一拐 第二話 拐完以後接這個 蔣偉文 我覺得是日 日子的日 你的筆 我想 筆劃如果不對 就不對了 日子的日子先移移宿 對 對嘛 長得很像 年安東都知道你錯了 對啊 外部人都知道你錯了 休息啦 原地休息 休息啦 第三話 尺寸的尺 尺寸的尺應該先一瓶 漂亮 尺寸的尺這樣子 一二三 對 漂亮 尺寸的尺 答對沒 漂亮 尺寸的尺 對啦 尺寸的尺 現在不能握手 恭喜 恭喜 厲害了 洪建益 請就位 洪建益同學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畢業 目前是松山市議區的 台北市議員 是 我們第一位站出來 我相信應該沒有這個經驗吧 第一個就站出來 沒有 沒有喔 來 搖滾區 就要看一下獎品 請你開門 這一集 我已經準備了獎品 跟您報告一下 卡通天司請巨組 隔壁的一萬大獎 是藍牙耳機組 三萬大獎在前面 按摩椅啊 然後五萬大獎隔壁 電動輔助自行車 好 在上面 吉士尼梅宇互動教材十萬大獎 親子居家搜索 為你量身打造的第二套 性公布 你的題目很棒 選舉必勝法 你連任的四屆議員 是 這很難喔 連任四屆 長男腦影響 因為你有兩個兒子 然後這個家裡面 是否在扮黑臉的 剛剛已經說過了 是 四男學英文 你的二兒子在準備雅思 要出國留學了 恭喜 熱量美食王 他喜歡傳統小吃 自己也會煮 運動減傷害 他會帶小兒到外面去玩 去放電 奧運開幕式 這次很關注我們的東京奧運 盤食哪食吃 他以前在五分埔開店 據說 他每個禮拜都要跑韓國 一年要跑到三四十次 一年 咖啡 溫度 茶 他很愛喝 第一題 應該民意代表本身選一下 選舉必勝吧 可能會 機會比較大 能夠連任四屆 你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民眾給機會 願意再讓我繼續服務 而且要長得好好的 長得好好的 真的 長得不好很難 沒有人緣沒有辦法 不會啦 我覺得長相到其次 要是你群眾魅力夠不夠 長得不好怎麼有群眾魅力 不見得啊 比如說誰醜 你不要害我 差點都還好 差一點點就倒出來 選舉必勝吧 請出題 根據統計下列哪一個是民眾 最喜歡收到的選舉宣傳贈品 A 面紙 B 獅子巾 C 垃圾袋 前三名 你很難選 應該說垃圾袋有年紀屬性 長者喜歡垃圾袋 四分四十秒 已經過二十了 對 那獅子巾 直接講答案很快 直接講答案 那就是A啦 面紙 鎖定 為什麼不是獅子巾 因為獅子巾要出去發太重 原則上我們要出去 量不夠多 候選人不見得會帶出去 可以用車拖的啊 那也有限 你拖一箱了不起 一百包 兩百包 可是我們有時候出去 像我上次發口罩 我發口罩 那時候大家都不發口罩 我就發了四十九萬五千個 四十九萬五千個 對 我得票只有一萬七 一萬七千 你得票率一萬七 然後你發了四十九萬的口罩 發給誰 就是選民啊 就在選區裡面發 為什麼不是垃圾袋 垃圾袋這種東西 第一 成本高 第二 他接受的年齡 如果我今天到捷運站去 我發垃圾袋給他 他上班 他哪有可能拿我的垃圾袋 不方便拿 所以也就是面子接受率是最高 隨手拿 隨手放 對... 隨時用 對 而且上面有你的照片 你的預兆 肖像在上面 我的那個... 辟邪的一個福利拿 來 請揭曉 應該答對了 就是面子 謝謝 謝謝 來 第二題 所以你兩個兒子 你的對待方式都是一樣的 原則上就是 他們兩個國小國中 都是圖同學校 所以很多事情 因為差一歲 差一屆而已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 都是一樣的標準 而且很好教 一樣的標準 不會對小的比較不公平 不會... 他們兩個兄弟 會自己來洗碗 剪刀石頭布 書的洗 他們自己會創造一個 他們那個工夫 兩個兒子的做法真的不一樣 有女兒就不同 有女兒都是爸爸來洗 那個沒出息的事不要分享 長男就有什麼腦的影響 來 結音出題 科學家研究調查 家裡的長子都比較聰明 請問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A 第一胎父母重抬腳 B 受到父母全新關注 C 得到較年輕的基因 一定是B啊 確不確定 確定 說定 那麼肯定 以照我個人的看法 C的部分我先排掉 是年輕基因 也不見得說 年輕基因的小孩 做比較特別聰明 或是年長的小孩特別聰明 這個可能... 並沒有數據顯示 那第一胎教 那你要考慮到 以前我爸爸媽媽 甚至於成哥的長輩 那個時候 也沒有所謂的胎教問題 大肚子也是整天要做的 不可能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應該是 隨著時代的變遷 那越年輕的父母 會越重視這一點 我相信這樣的可能 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這樣子全心照顧 他變得比較聰明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對第二個孩子 以後的孩子 有點抱歉了 可能會用心度 會有差一點點 是一些 你自己也覺得嗎 我個人會覺得 合理啊 差一歲 兩歲 三歲 起碼他多了一年 兩年 三年的全心 我只照顧你一個人 就像我一次交三個女朋友 我就沒辦法全心照顧 一個人 你會...對 當你全心照顧一個 才有可能開花結果 陳哥我... 我牙口無言 三個女朋友 我不知道怎麼接 不要接 他自己會接 不要接 來 請揭曉 很合理 起碼多 對啦 漂亮 其實這個長子跟長女 大概從三歲之後 就會開始慢慢享受到 年齡帶來的紅利 因為在他出生之後 爸爸媽媽幾乎是全心 都只焦點在這個小孩的身上 因此他會得到 比較多的心理刺激 也會幫助他的腦部發育 所以通常長子長女的智商 跟他未來的教育程度 會比他的弟弟妹妹再好一些 不過其實滿有趣的一個點是 並不是說 比較年輕的基因 生出來的小孩就會比較聰明 因為現在根據研究顯示 其實大齡媽媽 反而很容易會教育出 更聰明 智商更高 而且教育程度更好的小孩 原因不在於基因 而是在當你年紀偏大 才生小孩之後 你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能夠去陪伴小孩 也會有比較好的一個射精地位 跟家庭的這個財力 上面可以給小孩更好的 支援跟照顧 第三題 來 韓食什麼時候吃 來 基因主題 請問在韓國的傳統當中 他們會說下雨了 就要吃什麼食物 A 煎餅 B 泡菜鍋 C 辣炒年糕 猜的成分高 應該是煎餅 確定 確定 為什麼不是豆腐餅 為什麼不是辣炒年糕跟泡菜鍋 因為辣炒年糕 他們走到哪裡夜市都有在賣 他們一定不會有特別想要吃的 一個食器 那為什麼下雨就要吃煎餅 我不知道 我感覺這三個 感覺電視上看那麼多 煎餅比較少人吃 應該比較會有特別的時間要吃 因為泡菜鍋在那邊也是很普遍 煎餅相對起來 煎餅比較麻煩一點 猜的成分高 我以刪去法來算來看 可是這關係到底是一萬元 煎餅請接受 下雨了要吃煎餅嗎 在韓國 是嗎 厲害 在韓國他們很常說下雨就要吃煎餅 因為下雨天容易使人發懶 這個時候就很懶得做大菜 做煎餅很簡單 你只要麵糊和一和 把家裡既有的食材拌一拌 就能夠去煎了 而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在煎煎餅的時候 會有 這種油爆的聲音 跟這個戶外的雨聲 滴滴答答聽起來非常的和諧 所以對於韓國人來說 下雨天他們必吃的套餐 就是煎餅再加上一種甜的酌米酒 他們會覺得酸酸甜甜非常開胃 來 第四題 熱量美食王 熱量美食 請出題 根據營養師列出了八種常見的小吃熱量 氣溫下臉的美食當中 何者熱量排名是最高的 A 排骨酥 B 鑽餅 C 沙威馬 好好想喔 好好想喔 你的時間很充裕啊 A一定不是啊 B或C啊 B 潤餅 B B 鑽餅 漂亮 我覺得你很會猜 沒有 原則上排骨酥 它是煮湯的 熱量絕對沒有潤餅跟沙威馬來的高 那潤餅的東西 因為我的印象當中 全大 前三名的熱量排行榜 早餐 第一個叫做蔥油餅 第二個 我記得燒餅油條 那第三個我突然忘記了 就是餅類的會比較多 可是這個餅跟其他的餅是不一樣 潤餅的餅它不是炸過也不是煎過的餅 覺得他答對了舉手 只有你來弄一個人 為什麼 他是不是有冰淇淋在裡面 那個潤餅 他那是那個花生的啦 那是花生香菜啦 謝謝你的支持 不叫潤餅 那是宜蘭的啦 對 它是用潤餅皮沒有錯啦 是 可是那是宜蘭的名產啦 對 還有湯啊什麼的 對 花生粉 所以我們不是在說這個 對 不是誰啊 那沒關係 你們答 認為是排骨酥的舉手 兩個 沙威馬 各兩個 你們說沙威馬 然後沙威馬其實大家忽略 它裡面有很多醬 美乃滋 醬汁 麵包也是一個熱量來源 然後裡面也有烤過肉 所以我覺得裡面的醬汁跟那個麵包 會是很大的熱量來源 沙威馬有一個 沙威馬是炸過的東西 不是那個吧 是 不是 它是烤的 那個是沙齊馬 你想到的是沙齊馬 對 沙齊馬 對... 我把它認為是沙齊馬 還好你沒有說 沙威馬不是洗澡的那個嗎 沙威馬 沙威馬 我以為是沙齊馬 我突然忘記了 如果是沙威馬 對 我一直把它想成沙齊馬 沙威馬 那種瓜那種 對 我老實說 我要請一下 潤餅是對的 潤餅裡面的熱量是你看不到的 它裡面有好多東西 咖哩 來 請揭曉 恭喜他 好 其實台灣有很多小吃 常常去夜市買一買之後 熱量爆表 我們剛剛的三個選項當中 其實排骨酥看起來很油 但它名列第四 大概快四百卡而已 那麼另外沙威馬 其實就已經是第三名了 它的熱量也將近四百大卡 那潤餅是很多人都說 這被潤餅騙很久 一直以為要減肥的時候 就吃潤餅 可是說不知在潤餅裡頭 它有花生粉 還加了很多的糖 所以潤餅的熱量是超高的 它有四百三十五大卡 不過當然這當之五愧的第一名 熱量更是以斷層跟他們拉開的 就是炸彈蔥油餅了 這一份就有六百八十五大卡 可是其實第十名的 這個雞蛋糕 一小顆也有六十大卡 那一份裡頭 通常又有五到八個 所以其實吃一份雞蛋糕 熱量也很驚人 很漂亮喔 第五題 請出題 有些運動傷息 有些運動卻能夠呼吸 根據趙惠醫師的建議 哪一種運動呼吸的效果是 最好的 A 騎車 B 土豐舞 C 有氧運動 小心喔 B 土豐舞 是 鎖利 有氧運動不好 有氧運動不是不好 那要看看什麼樣的有氧運動 它也有分嘛 那如果真正的話 騎車傷膝蓋還是會傷 土豐舞跟廣場舞哪裡不一樣 跳的內容不一樣 但是速度差不多 差不多 他的腳並不用抬得很高 誠哥跳過喔 我在銀神做運動 我這真的是猜的啦 不過我個人認為土豐舞 可能是傷害最低 而且是可以呼吸的 請揭曉 應該是土豐舞 我也覺得 有這麼說的 來 好 正確答案是騎車喔 好 告訴大家 其實那種高強度 間接性運動的 就很容易傷膝蓋 比如說打排球啊 打足球啊 或者是這個打網球啊 其實都很容易造成 膝蓋那邊的受損 還有高爾夫 感覺起來呢 算是滿 比較慢的運動 但它也是傷膝蓋的運動之一 有氧跟高爾夫啊 是差不多的 不過另外呢 土豐舞 它其實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但沒有增加這個 膝蓋護膝的效果 而真的有護膝效果的呢 其實是像騎車 游泳 做瑜伽 或者是打太極拳 但它的主要好處呢 是因為你要護膝 就是要增加呢 膝蓋這附近的肌肉的強度 跟神經的連結 而做這一類的運動呢 都可以幫助你的膝蓋 是能夠得到鍛鍊的 我們送個禮物 送給洪建一 來 好 要送給洪建一的是 浦宏國際精鋒牌咖啡壺組 洪新式的電咖啡壺 無線分離試體做 部工的設定 防乾燒便利又方便 磨豆機乾濕霜眼磨杯的設計 眼磨粗細度是自由控制的 可以磨咖啡 筋骨和蔬菜喔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下一個就自己喝